各位廠商先進,大家好 我是裴麗藥品 其實很感謝公益局邀請我們來裴麗藥品 來跟大家分享我們來台灣合作了兩年的經驗 這邊我會分享為什麼我們裴麗藥品 會想要去跟台灣合作 以及這兩年當中我們做了哪些事情 一開始也不熟 一樣跟大家介紹一下裴麗藥品是誰 裴麗藥品今年其實是42歲 算續歲是43 各位覺得其實在台灣本土藥廠來講 42年的一個經歷其實是非常不容易的 怎麼說呢 我們如果從看台灣本土藥廠的歷史 從法規面跟從品質管理的角度來切入來看的話 大概在民國60年的時候 那時候我們可能還沒出生 那時候台灣的藥廠 大概全台灣的西藥廠大概有550家 政府為了提升藥廠的一個品質 所以他在民國66年開始就推動西藥的GMP的制度 所以在民國66年到77年這11年當中 去推廣這個GMP制度 那民國77年的全面實施GMP 從原本的60年的550家藥廠到77年只剩下大概約200家 所以沒辦法通過的 或是他沒辦法隨著這個政府符合這個品質的自然淘汰掉 那到了民國84年的時候 政府又推動了第二個部分 就是西GMP 他在平板制度上面又更前進一點 然後還有東西更多 那到了94年的時候 全面實施GMP 剩下藥廠從200家減為160家 那現在這邊第二點提到 就是在P10GMP的時候 沒有跟國際接軌 所以我們在藥廠西藥廠的部分 現在目前都是P10GMP 那從96年開始推廣 我們是在2001年的時候通過的 那現在台灣藥廠只剩下大概110家 所以說能夠 裴面藥品能夠建立這42年來的整個三個階段的一個 品質的一個推廣能說 我們下來是非常不容易的 那我們是台灣 我們有台灣第一座的獨立的荷爾蒙製劑廠 我們研發製造超過了 有10大類 超過70種以上的藥品 那包含可能腫瘤癌症 或者是神經內分泌 荷爾蒙這方面部分 我們藥品 我們都有研發 那在這方面 我們最專精的地方 是在荷爾蒙的部分 這邊可以在這邊提到就是說 我們在事後避孕 在事後避孕藥的部分 我們是台灣目前是戰略第一名 那各位替我這樣簡單介紹一下 心動有沒有小小一點的說 欸 賠利藥品 我怎麼沒聽過 感覺好像還蠻厲害的 那我怎麼怎麼都不知道 那其實大家不知道是正常的 那這也是為什麼我們要做品牌溝通的一個很大原因 其實除了制藥之外 我們公司其實在公衣服部份有做了蠻多的 包括我們其實跟立新基金會的一個賠利女兒計畫 長期的做配合 那這個計畫其實它是針對台灣 少女跟青少女的一些學習 跟鼓勵他們 支度他們的學習成長計畫 那包含一些立府的贊助活動 因為我們其實立府他們在鼓勵女性 去從事一些戶外運動 尤其在腳踏特的部分 然後包含一些我們長期有跟公衣團體 都有做一些物資捐贈 以及新光業法 根本就是那個利息基金會 他為了推廣他們的那個 反他們的理念 尤其是在女性部分 他們都會舉辦業法 那其實我們這方面 我們企業 也是參與他們做企業志工 那這邊就回到這個主題就是說 為什麼賠利藥品要來做品牌溝通計畫呢 那針對這個問題 其實我們可以從兩方面來看 就是內部跟外部的部分 在內部部分 我們希望我們內部的 賠利的品牌經營團隊 能夠去更了解說 我們品牌 賠利品牌的價值跟個性 然後能夠去融入他的工作當中 然後再運用他的工作當中 那這部分就提高消費者對賠利品牌的意識 那這邊提到就是 品牌經營團隊 因為我們 在推這個品牌溝通計畫 這個執行的時候 當然 做品牌經營品牌溝通 不可能老闆自己來做 那當然 也不會是行銷單位的 完全的責任 所以說我們從各個單位裡面 包括產銷人發財 我們都去招募 對於品牌 賠利藥品 這個品牌在經營跟溝通 想推廣上面 跟想推廣上面 有熱情 跟有興趣的同仁 來加入這個團隊 那 藉由這個團隊 大家一起來做 那因為這個團隊是各個 各個單位都有 所以說當我們在 執行當面的時候 他們再回去這個團隊 他們各自單位 再去做擴散的時候 就很快 那 內部跟外部的 這個 我們的目的 其實在內部的這個溝通 對我們賠利來講 我們 格外重要 因為我們就相信 就是說 只有內部 當你內部有 對於賠利藥品 這品牌 有凝聚力 有共向性的時候 在做外部溝通的時候 才會有事半功倍的效果 那這邊提到一下 就是說 這個品牌經營團隊 這個品牌經營團隊 是我們自己取的一個名字 那也不是說 各個單位要去找主管 或是我也不是說 一定要去找 學歷高的 或者是能力特別強的進來 因為我們主要是 希望他有這個熱情跟信心 因為這邊 進來這個團隊所要做的工作 都不是他們 原本單位所要做的事情 都是額外做的 有可能要留下來 加班 那加班 這是因為是做品牌的東西 所以可能 這是自己要付出的外信力 甚至他們回到 我們下班之後 可能要自己做內部 小組的討論等等事情 所以我們用精英這個東西 團隊來包裝它 就是讓加入這個團隊 能夠激發他內戰的一個成就感 所以我們是用精英團隊來包裝這樣子 好 那 剛聽到這邊 各位可能覺得說 欸 你們賠利藥品在做品牌溝通 那是不是漏掉了什麼 少做了什麼 其實在品牌溝通之前 我們要做的就是品牌定位 因為你就定位好之後 你財政你要做什麼東西 你要溝通什麼東西 要對誰溝通 好 那其實我們在跟台灣合作之前 在 我們自己內部 就已經跟我們公務公司 在做品牌定位了 那 這邊 這邊就是我們的一個品牌定位 我們賠利品牌定位 是因為這 我們是健康守護者 那我們需要帶給消費者的 信任 關懷 那這我們的品牌價值 跟品牌個性 那也許這個大家會覺得說 好像還蠻老實講 好像還蠻巴骨 會跳文似的 可是這個對我們來講 其實是很重要的事情 呃 這些東西 都是我們品牌 經濟團隊內部 跟公務公司合作 然後去花蠻多時間 那些所共識所你想出來的 然後大家就是 呃 在 不管是在工作上面 在對外方面 都會發了這個東西 那這個東西 它重要在一個地方就是說 等一下 下半部的時候 我們公務公司會介紹說 我們 在溝通計劃 我們做了哪些事情 那這些事情 都是以這個為核心 才不會說 我今天想要 因為我知道在做溝通或行銷 很容易 很容易有一個迷思就是 我今天可能想到什麼 就做什麼 我今天看到 看到 某某公司 他去 比如說好 他去打廣告 或是他去贊助了一個 節目置入 那我們也要做 那其實我們其實 各部公司都會跟我們講說 不行不行 你們這個東西 沒有圍繞我們這個核心 不行不行 這東西做情會發散 所以這個東西 其實在當初 花很多時間 但是有利於我們在後面 就是這兩年 做溝通計劃的部分 那講到這個 想剛回到就是說 我們在跟台灣 在台灣合作之前做了品牌定位 好 那這邊也正經就是推薦 就是說 真的很推薦 就是如果有機會 要做品牌基底的話 能夠跟品牌台灣合作 為什麼 因為大家知道品牌 其實品牌定位 要投資的費用跟錢不多 那溝通 溝通要什麼 要有工具 要有媒體 要有渠道 要有一些其他東西 那真正花錢的地方 其實就是在溝通的地方 那其實我們剛剛 我們一夜的經理有分析到 就是 當你要欠一些費用的時候 就是我最痛苦的時候 我們都很有熱情去做品牌經營 但是當要錢費用的時候 就是我們很痛苦的時候 我們要去想辦法去 當然老闆他很支持我們做這東西 其實我們才會合作 但是老闆他考慮的東西 是他的高度跟我們講的不一樣 所以如果說能夠 我們這兩年 跟品牌台灣合作 有他們的資源需要 這樣對我們的一些負擔 也蠻有幫助的 那這邊回到剛剛就是說 在外部的一個目標 我們想要提供消費者 對便利品牌意思 在什麼地方呢 其實我們都知道 現在消費者的行為模式 都討作不了所謂AISAS 這個model 尤其在現在這個社會 這兩個S search跟share 是最重要的部分 其實我們一直有發現 在藥品的部分 也有這個現象 不只是說 不只是一般民生必需品 那這邊舉幾個例子給大家看 這個是在那個 左上角那是Mobile01的部分 論壇部分 就有網友在問說 有沒有什麼 推薦女性避孕藥 先說這不是我的置錄的 這真的是去搜尋 大家可以Google看看 然後有人問說 有沒有什麼安眠藥的品牌 那在下面就是像這個是 在PD上面 有人就問說 之前避孕藥好多品牌 很難選擇什麼之類 就會上去尋求網友意見 或者是去發文這樣子 那在右下角的部分 他就有網友很熱心 他去分享說 三種避孕藥的使用心得 他可能自己都吃過 拿到上去分享 其實我們也觀察到這個點 所以我們也覺得 這是一個我們賠料品 他其實可以切入一個地方 當消費者對於我們的品牌 有知名度 甚至是好感度的時候 在網路 尤其在網路族群這個部分 我們就更容易去做切入這樣子 那最後面這個部分就是簡單 各位說 我們這兩年下來 其實有個小小的出入成果 當然品牌的經營跟推廣 是持續線 他們是以速可計 所以我們溝通會持續做下去 那這兩年的一個小小成果 就是包含就是以內部來講 我們其實就有發現就是說 呃 員工呢 他更加支持我們公司的一個活動 這是舉個小小的例子 剛剛講到說 其實我們都有在做那個 跟公益團體合作物資捐贈 那在第一次做的時候 那時候我是主辦人 那其實我們在 我們很怕就是說 呃 員工其實不認同這個東西 也不支持參與 所以我們其實就也很緊張 像我在 呃 捐贈的活動那一天 前幾個禮拜 我就回家跟我爸爸跟我親親朋友說 欸你的物資趕快先拿到我家來 我那天要帶 因為你跟人家公益團體約好 結果他一卡車來 上去只有兩箱 那其實有點尷尬 那其實後來發現 也還好 大家覺得蠻熱情的 那 現在呢 員工他會主動來問我們 欸 你什麼時候還要再辦物資捐贈 我覺得那個 我覺得那個東西 欸這個活動不錯 我家還有很多用不到的東西 二手東西想要捐出去 那這個東西你就發現就是說 欸 員工他自主性的 來 來參加公司的一個活動 那對於我們剛剛 講到我們品牌定位 我們有信任 廣闊這東西 那大家就敵具就越來越強 那在外部的部分呢 呃 我們培立藥品 再去跟一些 企業團一夜合作的時候 甚至在通過拓展的時候 也因為我們的品牌知名度 更好感度的增加 這方面也 例如我們業務單位 跟銷售單位的一個提供工作 那這個是 那這個部分就是以上 呃 這個分享 那接下來部分就是我們公司 會在講說我們到底做哪些 溝通計畫 OK 謝謝立仲 那大家好 我是薩巴克馬品牌顧問公司的 品牌顧問Demiel 那接下來我們就 跟大家分享一下 這兩年來我們怎麼來協助 培立做一個外部溝通的部分 那剛剛有提到就是 立仲有提到就是 溝通其實是有兩個層面 第一個是內部 就是我們要先 呃 介紹自己 要跟別人介紹自己之前 就先認識自己 我們到底是一個什麼樣的人 了解自己之後 我們才能向別人去來介紹他們 所以這次的專案的一些內容 部分可以看到 我們有第一個就是 內部溝通的部分 那就是呃 呃 我有品牌經驗的團隊 去做教育訓練 來跟他們說 到底什麼是品牌 因為其實早在呃 品牌台灣之前呢 呃 培立药品已經做好的 品牌定位的部分 所以我們就會來做 內部的一個教育訓練 第二個就是外部溝通計畫 外部溝通計畫 我們分成幾個方式 第一個就是網路的方式 網路的方式是一個比較能夠 長期的一個 穩定的一個溝通方式 那另外一個就是 校園演講的部分 那為什麼要做校園演講的部分呢 主要是我們想要能夠 接觸我們潛在的TA 能夠面對面的做一個服務 讓他們有一個 呃 對培立這個品牌 有一個很好的一個第一印象 OK 那最後一個是 異業合作跟公益合作的部分 去做我們公益形象的部分 那當中包含了其他一些 相關的一個平面設計 OK 那這次的專案呢 就是 兩年的專案有結目標 第一個就是 品牌定位的落實 讓內部更了解品牌 然後強化品牌精英團隊 內部的人更了解品牌 知道如何怎麼 運用在內部 以及運用在外部的溝通上 然後建立一些 對外的一個溝通的策略 還有一些溝通的工具 OK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內部溝通的部分 首先就是要看到 我們要先了解自己 才能向別人介紹自己 所以我們就有一個任務 剛好就是遇到 16年的時候 是培立要平的一個 40週年 所以我們會有一個 40週年的任務 所以我們除了像內部 做一個教育訓練以外 我們也希望能夠透過一個 讓他們實際去操作 在一個40週年的感恩會的時候 他們能夠來去 向他們自己的內部 來去呈現品牌 能夠讓他們能夠參與一個活動 然後能夠激發他們的一個參與度 這樣子 OK 那我們怎麼操作 其實我們就是將品牌虛擬化 因為品牌我們剛才看到 我們有個性 我們有價值 我們有願景 我們有很多 但是我們怎麼運用 其實他們培立要平 有很多不同的一個部門 包括業務行銷 研發等等的 那他們就是用這些個性 虛擬化 他其實就是一個人的個性 那他就實際上的去運用 在他們的每一個職位上 所以這邊可以看到 我們在教育訓練的時候 我們就重新的去檢視一下 這品牌定位 以及讓他們去學習 如何運用在每一個位置上 去呈現品牌的定位 OK 那除此之外 我們也協助他們設計一些 品牌的Brain Menu 就是品牌書 讓他們能夠 隨時能夠有一個參考 我們的品牌價值是什麼 我們的個性是什麼 都有一個參考的依據 那這些完之後 我們就要 要去實作了 這些品牌精英團隊 他們到底理不理解品牌呢 我們透過他們自己舉辦 自己的所謂 事實收入的活動 能夠帶品牌的進去來做 這邊可以看到 有品牌定位 然後才去發想 活動的方向 活動的主題 定位介紹 還有一些活動的內容 跟活動的執行 OK 這就是我們當初 在做一個發想的一個畫面 就向員工來做介紹 那這是當天40週年 他們舉辦的一些活動 那這些都是跟品牌定位有關 那天其實我們都有去 就發現其實他們的員工 因為原本想說藥廠 它是一個比較保守的一個公司 就是想說應該會有點冷 結果去 哇我沒有想到就是這一群人 居然這麼的瘋狂 所以玩得非常的開心 而且是他們很清楚的知道 到底是什麼 是品牌的定位 OK 那除此之外 我們還是會有協助一些 相關設計的部分 我們協助環保袋 或者是保溫品的部分 OK 那再來就是 我們已經內部溝通完了 他們了解完了 那接下來的一個部分 是他們怎麼向外部 來去做介紹自己呢 其實我們用的一個方法 就是讓品牌自己來說話 OK 那這個東西怎麼做 我們從三個層面 第一個就是臉書專業 用長期的一個互動的平台 能夠讓他們有一個 永續溝通的一個方式 第二個是校園講座 就是近距離的服務 但是公益的活動 營造品牌它的一個形象 還有增加它的一個信任感 首先看到的是臉書的部分 這邊可以看到 這個是裴力藥品的一個臉書 我們就是幫他取名叫做裴力的小姐 這樣子 OK 那這邊可以看到一些基本的成效 比如突破1.8萬 單天貼文數最高的超過1萬 每天有超過98%的人都能夠看到裴力 然後建立他們一些參展資訊 那我們要跟誰說話呢 這邊看到我們就制定了一些TA 就是有四個族群 有年輕的親手女 首領還有一些用藥的族群 那在前期的部分 我們會比較著動在前面的這兩個族群裡面 那我們知道要跟誰溝通呢 那我們要跟他說什麼 所以我們要制定一下訊息的部分 那我們將裴力的一個定位 用裴力的定位製作了三個人溝通訊息 第一個就是比較淺的 就是裴力是你的好朋友 用好朋友的角度來去跟小貝斯溝通 第二個是裴力是女性的一個專家 講的是一些比較有深度的一些 比較有深度的一些相關的一些資訊或是問題 那第三個是健康守護者 就是一個比較大的方向的問題這樣子 那這些完之後呢 我們會分成一些一些主題 跟女性健康比較有關係 讓他們比較有深度啊 系統的能夠來去了解 然後一些溝通的內容的部分 那貼文型態呢 就包含了品牌 產品 資訊 金句 漫畫跟活動的部分 那每次在發想這個東西 其實我們都做了很多研究 因為其實我們有一個第二個定位是專家 所以每一篇貼文呢 我們不是說我們想了 我們就給他發出去 其實我們花了很多時間去研究 這個資訊到底夠不夠專業 這個資訊到底來源是不是正確的 我們也會透過賠利的鑰匙來 去確認這些相關 來能夠確保我們每一篇的文章 能夠真正確確實實的傳達給消費者的部分 OK 那我們怎麼溝通 都準備好了 就是所謂的萬年小編 就是要一個小編這個部分 可是我們不是啟用一個萬年小編 我們就是將賠利的這個品牌定位 創造的一個虛擬的一個人 我們叫做Bili 那他的一些Background 一些Psonati 一些habits 其實都是依照我們的賠利的一個品牌定位 下去來做一個操作 讓他能夠來都比較很自然的 能夠來做跟臉書上的粉絲做一個溝通 這邊可以簡單看一下 就一些基本的一些成效的部分 包括每個互動之數超過100萬之類的 那這裡也可以看到 其實我們每一次都會去做 每個月都會去做檢視 我們這樣子溝通 這些成效到底有沒有符合 我們當初設定的一個目標 那TA的部分 跟當初我們設定的目標是一樣的 那如果是有些波動的話 我們就會來做一個階段性的調整 那這邊可以看到 就是我們制定了很多 粉絲最愛的是什麼 是漫畫的部分 因為這個是一個 大家可以淺顯易懂 然後就很快的就可以知道我們要講什麼 那最有感覺的是什麼 是精具的一部分 比如說運動但比較結實 畢竟沒有吃什麼動物 這女生一看就 對就是這樣子 所以我要吃 給自己一個吃的理由 對不對 這樣他們其實是很有感覺的 接下來看到 我們會介紹品牌 那品牌我們除了介紹一些 我們是誰 我們的定位是什麼 我們的精神是什麼以外 我們會介紹我們做什麼 那有時候我們做什麼 不會是說 不會是說我們是做藥的 什麼之類的 會講一些公益的部分 或是一些相關 跟我們品牌一些比較相關 形象的部分 這些都會去做討論 那我們每個月都會製作主題 主題 那我們也會透過一個品牌的角度 跟你講 這個月我們賠利要跟你說什麼主題 為什麼我們要跟你這麼說 也讓他們預告說 接下來這個月我都可以了解到這個主題 這樣子 OK 那當然也會介紹產品 那賠利的產品會比較複雜一點 是因為他們是藥品 而且是女性用藥 這個沒有辦法很直接的去溝通 可以看到直接貼文說 我多少錢 我是做什麼 因為藥品它有被列為管制 所以我們用一個是疾病保健的角度 來去介紹這個東西是什麼 哪些疾病應該去怎麼醫治 需要哪些成分怎麼樣去治療 這樣來去介紹我們的產品是適合的 第二部分是校園講座 校園講座是我們希望能夠實際的來去校園 來接觸我們的TA 讓他們有一個很好的第一印象 未來他們有這個需求的時候 他們立刻想到 我曾經在講座的時候 聽到哪一間公司 它的產品是做什麼的 他們已經有一個很好的底 他不需要再思考說 這麼多牌子我要選哪一個 因為我們已經在那之前 已經跟他們溝通過了 所以我們就拓展他們的 除了是健康以外 還有戀愛的知識 因為如果你都只有講健康的話 其實對大學生來說 他會覺得很無聊 所以會用一些不同的角度來包裝 再來就是我們跟立心基金 會建立一個公益的合作關係 然後除了之外 最重要的還是要培養 就是精英團隊內部 來做一個對外溝通的能力 那當然最後一個是 賠利品牌曝光的部分 OK 那合作的部分 立心因為它是一個 女性的一個指標性的品牌 那這跟我們的品牌 一定會完全就是很符合 所以就是我們要找到合作對象 是跟我們是契合的 所以我們找的就是立心的部分 就是跟我們是一個混合的部分 OK 那我們就會制定了一些主題 然後稍微是包裝一下 認識一下婦科的疾病 如何正確的避孕 那就是會請一些比較知名的部落客 或者是一些常上電視的女性醫師 讓他們就是在演講的過程中 會比較不會這麼陌生 OK 這邊可以看一下 就是一些演講的一些 成果的一些照片這樣 OK 那除此之外 我們在就是去演講的過程中 我們會協助他們做一些海報設計 海報設計對品牌來說也是蠻重要 因為那個展現我們品牌的一些 個性的部分 讓他們知道說 除了了解活動以外 也可以就是展現品牌這樣子 接下來是公益活動的部分 那在第一年的時候 我們做的是策劃跟計畫的部分 那之後呢 我們會慢慢的來去完成每一個部分 那我們當初呢 規劃的是關注乳癌的議題 然後喚起國民的知識 產生品牌意識 建立未來的一個客戶的一個關係 跟尋求賠利 還有分享的一個概念 OK 這邊看到 異業合作跟乳癌原油會 主要是因為就是 來增加一個所謂的品牌的曝光的部分 那再跟立心呢 合作一個所謂的立心 他有一個夜跑活動 我們是一個比較是 贊助跟協助的一個角色 來去做一個露出 先看到是乳癌防治 那乳癌防治呢 我們主要的是三個部分 第一個是原油會 那為什麼會選擇原油會呢 因為原油會這個東西是比較平易技能 大家都是可以很 比較 放心的 能夠來去參加那個活動 那第二個是 乳房的一個攝影檢查 因為我們希望就是 鼓勵女性來去做一個 乳房的檢查的部分 所以我們希望現場就有 這樣子的一個服務 那裝置藝術呢 裝置藝術 我們希望能夠做得很誇張 是因為我們希望能夠吸引媒體 跟吸引一些民眾 他能夠來去參與我們的這個活動 這樣子 OK 那我們也會有提供一些 建議一些女性相關的一些品牌 來跟我們做一個合作 還有一些 原油會嘛 所以一定要一些美食 那這些美食 我們會提出希望是說 它跟我們的活動是結合的 是有相關性的 那裝置藝術的部分 就是我們也會提供一些 裝置藝術的一些參考 那未來的話 我們可以運用在我們的活動上面 當然會有媒體的一些策略的部分 OK 那接下來這個是另外一個 容易的一個策略 那在去年的時候已經完成了 就是星光夜保的部分 OK 那有三個就是 第一個是醫療補給的部分 然後在現場資源跟產品的贊助 OK 這邊看一下 這一些任務是能夠讓 賠利能夠更清楚的去瞭解說 如果我們要跟他們合作的時候 我們做哪一些資源的一個東西 但是新聞稿的部分 因為剛剛立仲有提到 就是許多人都會上網去搜尋 我要吃哪一些病院 或是我哪一些疾病 我應該怎麼辦的時候 其實它很多部分呢 他們除了是網友的分享的以外 還有新聞稿也是一個資訊的來源 所以這個新聞稿透過這樣的方式 也方便讓消費者去搜尋 增加我們品牌的曝光層 OK 最後一個是平面設計的部分 OK 那因為賠利藥品是避孕藥嘛 所以我們不會希望是用很直接的方式 或是很負面的方式去來做一個宣導 所以我們會有一個品牌形象 是比較正向的來去鼓勵女性 去來服用所謂的避孕藥的部分 OK 以上是我們的報告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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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